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缅甸政府也懒得管 也管不了实际上 所以它有点像三不管地区 我们中国大陆是有能力管的 但是受国际法约束 我们又不能直接干预 我们只能通过缅甸政府去交涉 缅甸政府又管不了 所以它做一点承诺等于没有用 这是现在的一个现实 历史原因这个地方就是统治力很弱 就是军阀混战的情况 就是以前的土匪窝子 这地方很乱 它不有一段时间它主要靠什么呢 靠毒品 所以就出现金山脚 缅甸老挝泰国附近金山脚 大家都不管 然后就出现了毒品贩子 后来全世界反正对毒品高压 另外就是像阿富汗那个新约代的毒品出来了 竞争者来了 所以它就不行了 就衰落下去 后来有点像是赌博 特别厉害 它现在因为别的地方也是赌博业起来 它也衰败了 所以最近这两三年就转向了这个电信诈骗 然后好像电信诈骗的阻力呢 都是这样 台湾人是领袖 然后一批大陆给骗过去的人呢 做骨干 这个是在那里 然后他们的收益呢 跟那个当地的军阀分成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当地的实际控制者是默许的 然后做这个诈骗事宜的阻力呢 是台湾人为主 然后大陆一部分傻瓜 那个配合 然后骗的对象 主要是中国大陆的那种比较文化程度低 这个对外界不了解的人 这个以高薪啊 这种欺骗啊 给他弄过去 弄过去以后呢 很惨了 所以像网上讲呢 嘎腰子啊这种事肯定是有的 这个 那打人肯定是普遍了 那个 所以这个情况肯定是很严重啊 那么中国政府其实是很早就要重视了 所以呢就一直在 一个是通过宣传嘛 警告不要去 还有一个是拦他们 因为我最近去过那个咱们那个 深圳边防总站 他就是他们现在一大任务就拦截 就不让他出去 这个 边境线现在不是都拉了铁丝网吗 然后包括那个无人机 机监控啊电视监控啊 现在比以前加强 那些很多的网友啊都应该看过电视剧 《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片段 刘关张《桃源三结义》的时候啊 关于每次文周周的向刘备表明自己的心意后呢 张飞接着都是俺也一样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这本由清代诗学名家横唐退士编撰的《唐诗三百首》 他收集通读《唐诗》 偶心力学啊推敲真山 在《夫人徐南英》的协助下 精选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孟浩然等七十七位文学大师的三百一十首 经典代表诗作 终于编成了这部《唐诗三百首》 这部书呢特点宣明 兼顾古体诗、禁体诗、雅俗共产、老少先义 一经问世啊 风行喊嘞 无论何时何地 任何你想要表达的悲欢离合啊 都能在《唐诗三百首》中啊找到情感共鸣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买下这本书啊 读一读背一背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通过宣传 那个避免大量受骗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拦截啊 另外就是 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跟缅甸政府 这个在商量啊 采取什么办法 那个 到发生截止到目前呢 仍然有一些那个 受骗 上当受骗的人 所以这个情况还在发生 但实际情况当中也没有像那个 网上那个自媒体讲的那么普遍啊 那个 就有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啊 但不是网上讲那么无羊脏气啊 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也在想办法 是不是以后再采取什么更升级的政府政策 比如说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就我军去几个团不就解决了吗 当然这个是那个比较爽的办法 但是实际上从国际格局来讲目前不遗余干这个事儿 知道吧 你还得缅甸政府同意 缅甸政府绝对不同意的 我们老百姓想到其实政府都在考虑啊 但是你得考虑到现实情况 比如说啊 缅北地区啊 缅甸政府真是管不了 他的部队都进不去 不要说他警察了 知道吧 无计缅甸警察自己进去给人家抓起来嘎腰子了 对不对 你看他军队还打不银子了嘛 所以就有些事儿呢 这个你可以想也可以试图做啊 但真做到你得考虑客观情况啊 你不能硬来呀 中央肯定是重视的也在想办法 但是呢 因为很特殊的 因为它是国际问题嘛 所以不能像大家想象一样那么简单 是吧 解放军一出动全解决了 我觉得目前到不了这一步 目前就是通过各种方法 先是避免大家受骗 然后就是劝阻 然后看能不能通过一定的外交管道 能解决一些问题 目前只能这样